我们常会听到一句话 没有坏就不要修 产品设计也是一样的道理 当一个产品 它设计到一定的阶段之后 你会发现它之后的10年20年 可能都长得一样 大不了就是换了一个材质 或者换了一个颜色 所以有很多的摄影设备 例如说C-Stand 灯架 麦克风这些 十年如一日 堪称景点 但是如果说 你能够在一个非常成熟的产品上面 再进行卸位的改良 那可能就是从90分 到95分之间的差别了 iFootage印记 它们今天发布了 四款全新的眼镜蛇 三代独角架 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们跟前代之间的差别 我很早以前就在使用iFootage的产品 我们的摄影棚里面的快拆板 滑柜甚至到三脚架 全部都是iFootage印记的产品 它们做工精细 量一操 方便好用 帮助我完成非常非常多的专案 我原本使用的是Cobra二代的独角架 搭配K5的云台 那这一次全部都有改版 独角架它一共发布的是 四款三代的独角架 以裸口 斑扣 脚踩 还有材质来去做区分 有铝合金材质 裸口设计的A180 铝合金材质 板口设计的A180 碳纤维材质 板口设计的C180 还有碳纤维材质 板口搭配脚踩的C180 A代表的是Aluminium铝合金 C代表的是Cumber Fiber 碳纤维 那好用的设计还有特点 这些都有沿用下来 那外观的设计同样采用的是一个经典的黑红搭配 还是一样附了高质感而且好用的收纳带 可以适的情况来去展开云台的收纳空间 还是一样采用模块化的设计 轻松的切换高低角度 还是沿用了八分之三和四分之一兼容的底盘 应用广泛 支撑脚还是可以调整三个角度 独角加上还是内建的六角板手 你工作到一半要调节的时候不怕找不到工具 那看似一模一样的外观 升级在细节处 底部的支撑脚从原本的120mm升级到了150mm 不要看只有30mm的升级 它接地面积更广更稳定 使用起来的时候就会安静许多 开招板块的形状设计改良了 更符合人体工学 使用起来更加好实力 那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模块化的这个快材结构 也得到了升级 二代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往下压一下 才能够装上去 需要双手来去操作 三代的设计是 当你在拆卸下来的时候 上锁的这个地方它会维持在下方 当你要再一次安装上去的时候 你就直接往下压就好了 完全就是一秒钟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也可以单手操控 那新推出的这个脚踏模式 这是这一代才有的 在RUN一刚拍摄的情境底下超级实用 你只要踩一下 它就可以松开自由的移动 再踩一下就可以回正锁定 而且它还同时保留了阻尼的调节能力 不用你每次都要弯腰下去调节 虽然我每次在操作旧版的时候 我都是用脚在操作 但是对于单兵作战来说实在是方便太多了 在这三代的产品里面 他们同步推出了螺口版 喜欢螺口的使用者现在有这个选择了 不过要注意就是螺口版 它现在只有铝合金的材质 是没有碳纤维的版本的 最后就是所有的版本 它都新增了这个可以拆卸的手腕带 让拍摄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安全握在手上 同步升级的还有K5云台升级成了K5S 底座直径锁扣旋钮手齿盘都有变大 简单来说就是更好实力手感提升 这是一上手就立即有感的体验提升 手指就比较不会那么痛了 那怎么选择? 云台是最不需要思考的 有K5的值得升级成K5S 没有K5的值得购买 你就直接买最新款的就对了 那独角架的部分这一次就没有高度选择障碍了 二代的时候我记得它好像有120公分 150公分还有180公分的选项 那三代全部都是180公分的版本 我建议从材质上面来去做选择 那我个人是偏爱碳纤维 因为碳纤维的质感真的好很多 而且在独角架的应用场景当中 无论是活动记录还是婚礼拍摄 都是需要手持一整天的 其实就跟我们登山一样 几十克的重量也要斤斤计较 那如果说预算允许的话 碳纤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魔鬼藏在细节处 这些看似微小的升级 实际上正好是大大提升用户体验的一个关键点 iFootage的独角架 我使用了四年半的时间二代的那一版 绝对是值得推荐的摄影好物 婚礼拍摄、活动记录 搭配三座稳定器来去使用 都是单兵作战的神器 希望今天的影片帮助到大家 我是艾伦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